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有关两道算法题 它是用于操作一个二维数组的 这两道算法题难度不大 但是在算法面试的过程中出现的概率也很高 所以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两道题是怎么处理的 第一道题是这样的 给定一个二维数组 将数组中的元素以螺旋的顺序状顺序打印出来 那么假设有一个三乘以三的数组 那么要以螺旋状的打印出来的话 首先就打印一二三 然后往下走六九 然后往左走八七 然后往上四 最后打五 于是这么一个螺旋状态 大家看这个鼠标的位置 从左往右 然后从上往下 从右往左 从下往上 然后再往右 那么以这种螺旋顺序 把这个数组的元素给打印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暂停一下 那么自己可以用纸和笔把代码写出来试一试 OK 大家尝试完了之后 可以看一看我们如何比较方便的 去用这个代码 去实现这个逻辑 这个 像这种算法题呢 它一般来说比较容易实现 实现的难度不难 但问题是 实现起来的话 代码的简洁度和代码的可读性 都一般来说都比较差 那么如果一般想不清楚的话 你必须要考虑很多边界条件 和很多这个逻辑的逻辑的衔接 最终即使你解出来的话 那么整个的代码呢 也会感觉到很冗 很冗余 或很乱 因此要想把这个代码 以非常逻辑 严解和清晰的方式写出来的话 也是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OK 接下来大家看一看 我在这里建议是怎么做的 那么假定我们有四个箭头 分别称为top right bottom 和left top呢指向第一行 这个箭头在这 right指向最右的这一行 这个箭头在这 bottom指向最底部的这一行 left指向最左边的这一列 那么这样的话 首先我们做的时候是以 把这个top指向的元素给打印出来 打印 那么这个top呢 必须要以这个right为边界 也就像在这里面 to先把这个1打出来 然后把这个to这个箭头 往右移位打印2 然后右移位打印3 每次移动的时候都不 技术不能超过这个right所指向的这一列 那么第一 第一行打印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印right指向的这一列 那么由于一开始打印了123之后 那么right往下走 打印的是6和9 大家记住right往下走的时候 它不能超过这个bottom这个箭头 所指向的这一行 OK 那么打印完这一列了之后 再把这个bottom往左打印bottom指向的这一行 那么right由于打印了6和9 bottom往左走的时候就打印8和7 这时候也要注意bottom往左移的时候 不能超过这个left箭头所指向的这一列 同理做完了之后 这个left往上走 那么就打印4 OK 那么做完了之后 那么前面外围这一层 我们就已经打印完了 那么这个left往上走的时候 它一定要注意不能超过这个top指向的这一行 那么打印出来了之后 全部打印了出来了之后 这样的话我们再把这个top的箭头往下挪一个位置 right的箭头往左挪 这个left的箭头往右挪 bottom的箭头往上挪 这样的话 这四个箭头最后就指向了一个元素 那么最后把这个元素再打印出来 那么整个打印的结果就是一个螺旋的顺序打印了 大家看最后打印的结果是123698745 正好是一个螺旋顺序 123698745 OK我们看一看一个4×4的二维矩阵的螺旋打印 大家对这个算法可能就会更清楚一些 那么大家看这里面是一个4×4的矩阵 那么top,right,bottom,left四个指针分别指到相应的位置 然后top分别向右移 那么右移的边界是right指向的这一行 那么right往下移 那么打印的时候这个边界是以bottom指向的这一行 bottom这个箭头往左移 那么它的边界就是这个left指针指向的左边这一行 最后将这个left指针往上移 那么它移动的边界就是这个top指向的这一行 那么移动完了之后再把这个top,right,bottom和left这四个指针分别向下,向左,向上,向右,前进一位 那么这样的话这四个指针就指向了里面的这个2×2的一个二维数组 然后再把前面这个算法再走一遍 这样的话整个的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螺旋的这个把一个二维数组以螺旋循序 将它所有的元素打印出来了 在这里面呢,在这个算法里面呢,这四个指针非常重要 这四个指针规定了我们打印的这个次序以及这个打印的边界 大家如果在算法中想不到这个四个指针的话 我个人觉得可能算法最后可以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但是代码的逻辑可能会比较混乱 那么有这四个指针了之后 那么由于这个top往右移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右移的边界在哪 那么right这个指针往下移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它的边界要以这个bottom为主 所以这样的话实现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代码的逻辑 这个逻辑的层次和逻辑的这个描述就会比较清晰 OK,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大家看看在这里面 在我们这个 arrow and string这个工程里面 这个 arrow spiral这个点加吧 就是用来实现我们第一个螺旋次序打印的这个算法的 大家看在这里面一开始的时候 先把这个矩阵初始化一下 然后这个top right和bottom left分别指向这个四个位置 分别初始化把它指向这四个位置 OK,那么开始边地的时候 那么我们首先呢 是这个要打印这个 首先打印地底最上面这一行 那么I就从这个left开始 大家看这个top的top这个指针呢 它的左边键呢必须要 必须要以left开始 所以I等于left 然后它小U等于right 因为向右移动的时候 这个top的指针向右移动的时候 必须要以这个right的指针指向的这一列为边界 所以从 所以这一个循环呢 就把这个指针往右移 那么打印第一行 那么第二个同理呢 这一个呢就把这个指针从上往下移 打印这一列 那么第三呢 第三个循环呢 就把这个bottom指针往左移 打印下面这一行 那么第四个循环呢 第四个循环呢 就是把这个left指针往上挪 那么打印的就是这一列 打印的是最左边这一列 那么全部的外围元素打印完了之后 把这个top加加就相当于把这个top的指针呢 这就相当于把这个top的指针从这里挪到了这里来 然后把这个right点减就相当于把这个right指针往 往左走的一个位置 bottom点减就把这个bottom的指针往上挪了一个位置 然后left加加就把这个left的指针往右走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四个指针又指向了内部的这个 呃n-1n-1个这个数组 那么如果是n等于4 n等于4的话 那么内部一走的话 就指向了一个这个2乘以2的这个数组 ok应该是n-2 对n-2 由n乘以n的数组 转变了指向一个内层的内内围的一个数组 那么这样的话 再通过这个外循环 再把这个循环打印的这个逻辑再走一遍 那么最终的结果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这个螺旋式打印的这个效果 ok 这里面是这个代码的实现 然后就去看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们走起来看一看 ok 那么一开始我们螺旋 一开始我们初始画的是一个4乘以4的这个数组 然后我们螺旋画螺旋式的打印这个数组看一看 大家看这是我们打印的效果 那么一开始这个螺旋的数组是这样的 是这个 一开始是这样子1234我们打出来 然后是81216 紧接着是15 1413 紧接着是95 555 这样的话前面的外围的螺旋式打印就完成了 紧接着打印的是6 7 11 10 那么里面这个数组的这个螺旋式打印就完成了 那么这样看下来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二维数组以螺旋的方式打印了出来 首先是12这么这么走一遍这么走一遍 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数组的这个螺旋式打印 OK 所以大家拿到代码的话可以自己再分析一下 那么这是第一道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是这样的 图像的旋转呢是计算机图形学中的一个基本操作 如果把未图的图像当做一个二维数组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把一个 那么图像旋转90度 就相当于把一个二维数组旋转90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里面是一个4乘4的一个数组 那么旋转90度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OK就相当于把这个数组正下 顺时针旋转了一个90度 那么要求实现一个算法 实现数组这个给定一个数组之后 能够将它旋转90度 OK大家可以把这里把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自己用纸和笔去试一试 那么这两道题在这个算法面试中也是经常常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虽然不是很难 但是要把这个逻辑写下来 用代码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先试一试 OK试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一般是怎么做的 大家如果在这里慢慢观察一下的话 这个在旋转前的数组和旋转后的数组 大家慢慢比对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旋转后的数组相当于把旋转前的数组的第一行 变成最后一列对吧 那么第二行变成导数第二列 第三行变成第三导数第三列 最后一行变成这个 第四行变成导数第四列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申请一个新的同等大小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这里面是四乘四的数组 那我们就再是申请一个四乘一次的一个内存空间 然后把第一行当做最后一列写入到新生存的内存中 把第二行当做导数第二列写入到新生存的内存 新申请的内存中 那么以此类推这样的话 最后就可以完成这个数组的90度旋转了 但这么做的话 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我们必须去重新申请一个同等规模的这个二维数组的内存 如果这个二维数组的这个维度比较大 比如说对一个基本上对一个图像来说 他可能就是这个这个N有可能是这个几百几百 那么这样的话是几万字节的 如果更是这个清晰度更高的数组的话 那么这个N可能达到上万十万以上 这样的话 那么整个图像由于本身占据了很大的空间 那么在内存中 我们又要再申请一个同等大小的空间的话 这样的话对空间的损耗就比较严重 因此我们要想一想 有没有办法在这个不损坏这个不损害这个旋转效率的情况之下 能够想到一个算法去节省这样多升起的空间呢 那么办法是有的 大家再注意看一下 那么如果大家再仔细观察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 那么旋转后实际上就相当于把一些元素变换一下位置 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旋转前的这个矩阵 这里是旋转后的矩阵 那么旋转后 那么旋转后的这个矩阵呢 就相当于把这个1挪到4的位置 4挪到16的位置 16挪到13的位置 13挪到1的位置 对吧 然后紧接着就把2挪到8的位置 8挪到15的位置 15挪到9的位置 9挪到2的位置 那么就这么选 那么一次这么循环 3挪到12的位置 14挪到5的位置 5挪到这个3的位置 就这么去循环 就这么去交换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一次按照这样的顺序 把这几个把这些元素一次调换位置的话 那么我们不需要申请新的内存 就可以在原有数组上进行这个旋转的任务了 大家继续往下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仍然是要有4个指针 第一个指针指向的是这个top指针指向的是第一个元素 right指针指向的是4这个元素 bottom这个指针指向的是16这个元素 left指针指向的是13这个元素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这个top指针指向的数值 替换right指针指向的数值 然后把right指针指向的数值替换bottom指针指向的数值 然后把bottom指针指向的数值替换这个left指针指向的数值 最后把这个left指针指向的数值替换这个top指针指向的数值 做完了之后我们把这个top指针往右移位指向2 然后把这个right指针往下挪一位 往下挪一位指向8 把这个bottom指针呢往左挪一位指向15 然后把这个left指向的数值值替 往下挪一位 大家看把这个right指针呢往上挪一位 那么往上轮位 这样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四个指针指向的元素 再一次这么调换 那么这样的话 一直这么进行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把外围的这个 所有的元素都做一次旋转 旋转完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top指针和right指针 bottom指针 left指针向上一提一样 挪动相应的位置 这样的话 把这个top就挪到了下一层 right又往里挪了一层 bottom又往上挪了一层 left又往右挪了一层 大家看 那么到做完第一次的循环之后 那么整个的外围的这个元素 已经是旋转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 接下来的指针 又指向了内层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数组 那么这样的话 再把内层这个数组 按照我们前面做的 用这个top挪到这个right 把这个right挪到这个bottom 把这个bottom挪到这个left 把这个left挪到这个top 那么再做一遍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把内层这个数组 也进行了一个90度的旋转 那么做完了之后 那么走完了之后 整个这个二维数组的90度旋转 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多加四个指针 然后把四个指针指向的元素 交替交换位置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节省下 很大的内存 并在这个 并在不这个不损害这个旋转效率 刷法效率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这个旋转的目的 那么原来这个 如果我们要申请内存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第一行写到最后一列 总共做下来的话 这个算法的复杂都是on的平方 因为我们每一次要挪动 这个每一个元素都要挪动一次 那么我们第二次改建的这个办法呢 由于也是每一个元素都要挪动一次 所以它的算法复杂度也是on的平方 但是这么做的话 好处就在于我们节省了这个新分配的空间 因此第二种算法 虽然这个我们的算法这个效率并没有提升 但是我们这个空间的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原来空间的这个复杂度是on的平方 现在我们改成了这个o1 也就是把这个空间的损耗的效率提升了两个数量级 因此第二种算法还是比较优越的 OK我们看一下第二种算法的这个代码实现 我先把第一个注掉 OK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算法用的是这个Aerror Rotate的这个类 一开始我们先把这个旋转前的这个矩阵先打印出来 然后把它旋转了之后再打印出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旋转的逻辑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就看这个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把这个矩阵初始画一下 然后这里面初始画一下四个指针 那么这个TopMoon呢 就相当于我们借助这个指针转移的时候 磨动的时候 这个TopMoon比如说这个Top指针向右移动的时候 这个TopMoon这个变量值就加1 那么这个Right指针向下移动的时候 这个RightMoon这个值就加1 那么这个Bottom这个指针向左移动的时候 这个BottomMoon就减减就减1 这个Left指针向上走的时候 我们这个LeftMoon呢就减1 那么接下来就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在这里面呢 一开始首先获得这个四个指针指向的这个元素的值 接下来这一部分呢 就交换这四个指针指向元素的值 就把Top第一步就把这个Top Top放到这个 把这个Left的值换到这个Top 然后把这个Top的值 把这个Top的值换到这个Right 然后把这个Right的值换到这个Bottom 最后把这个Bottom的值换到这个Right指针指向的位置 所以这里呢就是交换四个指针指向元素的值 那么在这里面呢交换完了之后 在这里面分别挪动四个指针的位置 然后最后看一下 如果这如果最外围 这个判断就是最外围的这些元素都交换完了之后 把这个Top的把这四个指针分别往里挪 或把Top指针往下挪一层 Right的指针往里挪一层 Left的指针往右挪一层 Bottom这个指针往上挪一层 那么执行这一步了之后 那么四个指针就有外围 就有外围这种情况 指向了内围这种内围 内围素组这种情况 那么指向完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 然后再把设计里面的这个算好步骤再走一遍 那么这样的话 根据我们这个算法表述 这些代码执行完了之后 这个旋转的效果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在打印起来的话是12345678 那么打印完了之后 大家打印完的这个数组是13951 14162 151173 161284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算法的逻辑应该是正确的 那么采用了第二种算法之后 我们虽然这个算法效率没有提升 但是整个的这个内存空间的复杂度降了两个数量级 同时由于依赖于这四个指针 大家看 由于依赖于这四个指针 那么我们在这个转移 对这些元素进行转移的时候 这个代码就很容易写 我们每一次都以四个指针为边界 在转移的时候 在挪动这四个指针的时候 当这四个指针 当这四个指针 我们什么时候结束呢 当这个top的指针 如果小与这个大于这个button 或者是这个left指针 大于这个right指针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整个旋转过程就结束了 由于有这四个指针为参照 我们的代码边写的时候 以这四个指针为基础 这样的话整个代码的逻辑就很清晰 那么代码量也很小 那如果要是没有这四个指针的话 我预计大家这里面写的代码 除了代码量很大之外 那么整个逻辑也会比较混乱 所以这里面有这四个指针的帮助的话 对我们理清这个程序的算法的逻辑 还是很有帮助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后续的课程的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